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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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 今天呢 有我黃楊達 還有Apl Apl 坐過的 看到畫面 看不對的 今天呢 大家首先 在《大香港主義》 給點反應 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最重要的是 在課金吧 給點反應 大家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和課不課金到的 課金到 《大香港主義》 課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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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買空間 有沒有彈出來 這樣 試勻完整個系統 就算是正常的 是的 Apl 今天回到第一節 也算是厲害 很罕有 Apl 做什麼事? 昨晚失眠嗎? 睡不著嗎? 昨天早點睡 不用出去做到凌晨 哦 這樣啊 喂 今天第一節說什麼呢? 先說股價 最近有股份的表現 最令市場熱烈討論 最著弱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TVB 這樣 其實就 其實升得最厲害的 不是TVB 其實升得最厲害的是兆市 你現在猜不到 那麼TVB 就超級移動股 真的超級移動 移動了整個星期 這樣 連升了五六天 這樣 那麼TVB是急升的 股價 那麼 差不多升了倍幾 足足升了倍幾 那麼 因為什麼呢? 就比上個星期升了倍幾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上個星期公佈了消息 就是 就會跟淘寶合作 進軍這個大貨直播市場 這樣 那麼 受這個消息刺激的影響 就開始升了 那麼 升不要緊 每天都升 每天都升 升了足足六、七天 今天不知道升不升 昨天也是升的 那麼 已經升了倍幾 股價 那麼 那麼 之前又 之前又經常被一些股民 又 一些網民在那裡笑他 說比起 說比起高位就跌了八成 那麼TVB的股票 沒有人買的 就是沒有人炒的 那些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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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倍幾 這樣 那麼 那麼 應該說每天都升倍幾 每天都升 每天都升他一倍 這樣 幾何級數 這樣去上 那麼 升了幾倍 那麼 那麼 之前 之前就跌了 跌了 由高位跌下去 跌了八成 我現在升了幾倍 這樣 那麼 那麼 都 都 可以說是 回家鄉 了 不過也不知道有什麼人炒這些股票 現在有 之前也不知道有什麼人炒這些股票 現在炒 現在炒 那麼 就因為直播帶貨 那麼 那麼 好了 那麼 而前天呢 就開始了第一場的直播帶貨 那麼 開始了第一場的直播 那麼 然後呢 直播帶貨一開始就是這個 陳敏芝 和陳豪做的 那麼 那麼 做了六個小時的直播 那麼 那麼 不知道什麼都買一下 又有鮑魚又成的 有些東西吃 又有咖啡 那麼 那麼 然後呢 六個小時 就 做了 二千多萬的生意 那麼 我不知道二千多萬是港幣還是人民幣 那麼 當它人民幣吧 假設它人民幣 那麼做了二千多萬的生意 那麼 那麼 算是很成績 算是很成績 那麼 那就帶動到 嘩 很開心 這樣 好了 與此同時呢 另外一隻股份呢 又移動 怎麼移動呢 另外一隻股份呢 就是 有人說六個小時怎麼做 這樣 六個小時 在大貨直播世界來說 就不是一個長的時間 因為大貨直播動節就十個小時以上 動一下就十個小時了 動一下就十幾個小時了 你之前就算 啊 哪個啊 哪個賣小龍蝦一直都賣不出 那次都好像賣了十幾個小時 李國倫都好像賣了十幾個小時 就算之前啊 之前啊 張柏芝都好像一夜都做了 不知道八個小時九個小時 動節做這麼多 向太也好像做這麼久啊 向太 向太做大貨 都有三四個小時 向太做也有三四個小時 這樣 那麼這個 不奇怪的 不奇怪的 TVB的淘寶 對了 TVB的淘寶大貨直播呢 就做六個小時 就做了二千幾萬 就賣了二千幾萬貨 這樣啊 那啊 就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 好的成績啦 這樣 那當然就沒有去到億億聲這樣算 這樣啊 那你知道 有時候有些 即是你沒有去到頂級 這樣 你去到頂級大貨那些 你到底賣唇膏賣一億 那些這樣啊 然後 有時候賣幾億 這樣啊 但是我們稍後再說 這樣啊 因為那些 那些上億的那些 其實也都 也都不知道 水分有多少呢 這樣啊 那麼 而我們不知道淘寶和TVB的合作是怎麼做的 那麼可能水分少一點都還沒頂的 那麼 還有TVB不是很會做這些 那麼 這個呢 就 嗯 做完之後 那就很成績啦 那麼 然後又升啦 那麼 那麼 其實不是 其實TVB的股價是累計升了幾倍呢 這樣 那麼只不過有其中一日呢 單日一日升了一倍 那麼 那麼這個就 好了 那麼跟著這個這樣的帶動下呢 就帶來了另一個異動 另一個異動是什麼呢 就是日前呢 就是這個這樣的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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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就帶動這個這樣的 HKTV Mall HKTV Mall呢 就昨天股價又升四成 那樣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HKTV Mall呢 就宣佈 他呢 就宣佈呢 他呢 會呢 為了進一步加強這個電子商貿的發展呢 旗下的HKTV Mall呢 就會加強這個這樣的直播購物頻道的直播系統功能 那樣呢 將會呢 在四月中呢 就試播 那樣呢 就會呢 支援呢 就七十幾條的直播頻道 那麼五月呢 就正式 launch 五月正式 launch的時候呢 就會推出一百條的頻道 那麼就有一百條的channel 就是同時 同時一百條的channel 就去做這個這樣的大貨直播的 那麼 全力呢 就支援線上和實體零售商戶 在HKTV Mall手機應用程式呢 是製作這個這樣的直播節目 這樣呢 就 消息就是刺激的股價 這樣就升了差不多四成了 那麼 那 是不是這個這樣的直播大貨的熱潮 咦 又炒起來呢 又炒起來呢 咦 那就要聽清楚了 要聽清楚這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 直播大貨 就 直播大貨是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一個超級特殊的一件事情 你說直播大貨是一件很新穎的東西 直播大貨是什麼呢 直播大貨如果撇開了 如果撇開了網絡這個元素 或者是連接著一些 叫做check room互動 這些元素之外呢 所謂的直播大貨 其實就是電視直銷而已 就是電視直銷 就是由來已久 從美國 七十年代開始 由電視時代 就已經有這個電視直銷頻道 以前的運作方法 以前的方法就是 在電視上介紹產品 不斷講講講講講 然後一邊講一邊做節目的時候 然後 畫面上就出現這個 電話號碼 在電視直銷的時代裡面 也有很多電視直銷的頂級的銷售 之前有一集國立大台 我介紹過一個 意大利的騙徒 在賣那些 行運炎 被人拘捕了 那個就是意大利的電視直播女王 電視直銷女王 他就是什麼東西都在電視直銷裡賣的 最初是賣化妝品 然後賣什麼減肥膏 那些減肥膏不存在的 然後賣賣一下就走去 賣賣一下就走去 什麼都賣了 賣運 賣運氣 賣幸運炎 什麼都有這樣 然後 大家如果有看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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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Lawrence 有一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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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 伊人當治強還是什麼 那就是 那就是 有一套電影就是 就是 它是美國的電視直銷女王 就是做 最初是賣地拖的嘛 然後賣了很多家品起家 然後就建立了自己整個家品王國 那就是靠電視直銷起家 那這些電視直銷這件事呢 就由來已久了 好了 那接著進入了網絡時代了 進入了直播時代了 進入了直播時代了 進入了直播時代 那麼 中國和其他地方不同 因為中國那個崛起 啊 是啊 Joy 歡姐當治強 那一套叫做 我好像忘記了 Joy那一套叫做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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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國和其他地方有點不同 它那個 它那個 經濟的崛起奇蹟 是 有少許跟互聯網同步的嘛 它是 如果說 習近平的 這個 經濟奇蹟的大時代 就是 接近 就是 到了2008年的時候 到了高峰 那麼 那個時代 很多事情就跟那個 網絡啊 和那個 科網技術啊 息息相關 而 它在此之前呢 就 在中國就沒有電視直銷這件事情 就是 中國是 skip 了一些 以前 之前這些事情 一來就進入了 那個 大貨直播那個 網絡直銷的時代 那麼 大貨直播 你留意的話 其實是我們都有做的 那麼我們好人經濟的時段 不就是我們好人經濟的時段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有做的 但是 好了 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做了一段時間 這樣 還有就是 其他地方其實也是有做的 那麼你有沒有留意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 大貨直播這件事情 製造了很多的經濟奇蹟 那麼 那麼 生意額很瘋狂 那麼 也有很多大貨直播主 就 爆紅起來 譬如有那些什麼 口紅歌啊 那些 那些 有幾個 有幾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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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直播 淘寶直播啊 淘寶直播啊 特別當紅的 這樣 好了 但是這些 瘋狂的經濟奇蹟 以及瘋狂的銷售額 在 全世界都沒有的 全世界都要留意 大貨直播這件事情 只是中國紅的 只是中國大陸紅的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 中國是沒有電視直銷 直接去大貨直播那個時代的 而 其他西方社會的國家 它是由電視直銷 然後再過渡到網絡直銷 那個東西 由 油溝到網溝 那個東西 不是很瘋狂的 但是 中國大陸沒有的 中國大陸不是這樣的 它不是由 實體購物到網購的 尤其是有一些 農村的地方 有一些農村的地區 它的地區 它可以是農村 農村沒有超市 然後一開始就有網絡了 它的步驟是這樣的 它不是慢慢發展的 它不是由農村 到慢慢 逐步 就是小城鎮 然後就開始現代化 然後就開始有商場 超市 各樣東西 然後再開始 實體購物到網上購物 不是這樣的 它是農村 它是農村 它是在種東西的 然後直接 農村 就帶貨直播了 可能是他們送貨到他那裡 又或者他在那裡賣貨出去 那麼 發展的形態跟世界其他地方 都是不同的 有些類似的地方 可能是印度 又或者是北韓 那些 它的形態不同 首先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 大貨直播的風潮 全世界都是沒有的 只有中國大陸有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留意 第二件事情 你要留意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放豬是香港 香港 網購 最頂盛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剛剛那幾年瘟疫 那幾年瘟疫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配合 有什麼配合呢 又不出街 大家恐慌 不願意出街 work from home 然後餐廳不開 餐廳不開 餐廳不開又work from home 你又不想出街 有很多人恐懼 那就很急需要去送貨 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送到HKTV都癱瘓了 但是 之前我在節目也說過 就算是這樣的也好 這樣的環境下 在瘟疫期間 香港的網購 都是會碰到一個私領的 一樣是會碰到一個私領的 好了 那麼HKTVMORE 以外的 就是 視多 輪著買 那就被TVB吸收了 就被TVB收購了 還有TVB是怎樣收購視多的 輪著買者是視多 輪著買者是視多 另一個品牌 你現在看電視 也有時候會看到 那個是視多的10品牌 好了 那麼TVB是怎樣收購視多的 你有聽過節目 你也記得我說過 TVB是用廣告時段收購的 即是不用錢拿回來的 他不用錢拿回來 然後請了他的CEO 其中一個CEO 還是兩個 我都忘記了 然後 就達成了 也就是說 香港網購的業務 在現階段來說 遲些發展是怎樣的 就不知道 不是說網絡購物的發展會變好 而是 要香港的實體購物 變差才會讓網購變 因為 因為出街買東西的實體經驗 實在太好了 好得太重要 太難取締了 即是你很難是 你很難是在 即是香港你要住在一個地方 而你出街800米之內 你買不到你生活必須品的地方 都挺難的 不用去到一公里 800米之內 基本上就一定有了 這樣 這個體驗 世界不是很多地方會有的 所以 第二點就是 除了帶貨直播 只是在中國爆紅 在西方所有地方都不紅 在日本 東南亞地方都不紅 只是大陸爆紅 第二點就是 香港的網購 其實一直發展上去 在上面的阻力 都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 好了 第三點 你就要留意 在HKTV Mall急升的時候 當然就是受惠於TVB TVB投身帶貨直播的震撼 以及利好消息所帶動 於是它又升了 好了 你留意第三點就是 TVB的大貨直播 跟HKTV Mall的大貨直播 很不夠一樣的 TVB的大貨直播 我一開始看股價消息的時候 我都在想 TVB的大貨直播 這麼厲害 可以嗎 TVB的大貨直播 為什麼要升這麼多呢 TVB有做什麼 TVB一直有做 TVB有做大貨直播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TVB一直都有做的 TVB懂貨的那個 之前還在公開去邀請 那些年輕人去訓練 那些年輕人去訓練 但這就是大貨直播的 他就有做大貨直播的 如果你們還記得 這個世界有一個大貨的 就做到沒有了 就已經死了 我問TVB跟淘寶 合作大貨直播 就是什麼 它賣淘寶的貨 然後我再看真點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TVB出藝人 去淘寶那裡做帶貨直播 那也就是說什麼 那TVB其實是用他的藝人 就是那個合作的方法 就是他出藝人 淘寶出channel 是這樣的 就是說 那我一般理解我們TVB覺得最大的價值是什麼 那TVB有一個電視頻譜 TVB有很多觀眾 有很多香港觀眾 那你有什麼觀眾做 那TVB做過的 我也在節目裡介紹過 TVB那些人 做那些直播帶貨節目 那些銷售節目 這麼吵鬧 這麼吵鬧 不是的 原來他現在不是這樣做 原來他覺得自己的價值 就不在channel上 而TVB覺得自己的價值不在channel上 這個TVB的認知 就很厲害了 他覺得自己的頻譜 他覺得自己的channel 價值不大 但是他覺得他的artist價值大 那這個又是真的 因為呢 TVB有很多 很多 老價值 很多的 老明星 譬如陳豪 陳豪和陳敏之 幾十年 那你變成在港大的 在港大的大陸網民心裡 TVB一群人去做帶貨直播 是一種集體回憶來的 對於大陸人來說 對於大陸網民來說 是 因為 因為是 現在在TVB正在做一線 現在在TVB正在做一線 那些 都是做了很多年 甚至去到馬國明那些 馬國明剛剛做主角就是我入行的時候 就是衝上雲宵那個年代 就是 剛剛 我投的那幾部劇 也是馬國明投的那幾部劇 我們差不多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就是幾個都是 馬明 吳卓熙 林峰 林峰是再早一點 這樣子 那是 然後 這個 你出這班人 對於 現在 那些大陸網民來說 那這些當然是集體回憶的人 因為 講劇 雖然 香港的頻道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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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中國大陸 就沒有辦法 供到進去 但是 在各種的頻道上 或者化成meme圖 或者 例如陳豪 那樣 就算大陸網民 大陸網民 都會說 幫助檢查一下 那麼 這些meme圖 這些meme圖 或者是meme片 那些 其實就 騙及整個中國大陸 那麼 TVB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裏 於是 其實原來那個玩法就是 他出他的合約藝人 去淘寶的頻道 哦 那原來是淘寶的頻道 那麼這個呢 就突破了我剛才所說的 我剛才第一件事 我就是講了 香港的網購 做的也有私領的 做過的 做了很多的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香港做大貨直播 大貨直播 只是大陸熱的 那麼 那麼 TVB也做過 Big Big Shop也做過 那麼現在TVB又說 做有什麼 有什麼厲害 這樣 厲害的就厲害 現在不是他做的嘛 現在他覺得淘寶的頻道 比他更厲害 淘寶 然後你直接去中國大陸做 那麼 有人說 他們現在是做 做六個小時 賣二千多萬貨 那麼你要留意哦 TVB第一場的大貨直播 是用廣東話做的 那麼 而廣東話大貨直播呢 是掃蕩了一段時間的了 是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幾場的時間 就是不做廣東話 不准做廣東話大貨直播的 那麼 就直接有一段時間 是不准做廣東話抖音片的 抖音片 抖音片 直接禁過一段時間廣東話的 那麼 但是 當然他不是全禁 其實是沒有明文規定的 這些從來都 但是 就 不知道是不是寬鬆一點 或者是有些 哪些做得 哪些不做得 就不是好 不是非常清晰 那麼但是 會TVB做的 那麼TVB跟國家的關係 那麼他們就拿正牌來做 那麼 那麼 都很清晰 只是target廣東 廣東一帶 就是target廣東省 而廣東省的市場很大 其實 只是廣東話市場 其實 也有幾億人口 那麼 幾億人口 那個覆蓋率 然後賣集體回憶 那就是出 就好像 藝人經紀公司 那樣 出藝人 那樣 暫時我不知道其他進一步的 的 的做法是怎樣 那樣 那你 你只是出藝人 然後走到別人 那裡賣別人的貨 那樣 然後wish別人的觀眾 那樣 我這樣有得做 那難怪急升這麼多倍 那難怪急升這麼多倍 好了 講完這個TVB的故事 那就應該升了 這樣 應該升 好了 講完這個故事 接著就到HKTVMORE故事 HKTVMORE不認同 這個故事完全不認同 現在TVB的玩法是這樣的 他走到淘寶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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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出藝人 HKTVMORE 你出什麼 我做一些頻道 我當自己是淘寶這樣做 你是淘寶 你早就做了吧 你不是 你說你做一百個頻道出來 那BIGBIGSHOP就做完 BIGBIGSHOP就做完 而且你一向都有的 其實是炒話題 就是 TVB那裏 TVB那裏 那裏的股價為何會急升呢 還有 為何業績會這樣呢 就是 你看到他那件事上面來說 就沒有什麼投資 還有 這樣搞一搞一下 不知道TVB是不是會放棄 士多哥那一堂東西 是不是士多哥那些東西呢 可能 都搞了很久了 就是搞了一大堆東西 BIGBIGSHOP BIGBIGCHANNEL 然後又有士多 輪住賣這些一堆東西 到底做還是不做呢 如果不做的話 那TVB可能又會再輕生一點 那變了 可能就 可能更合理一點 就是TVB不要走去 走去 踩一腳 踩一腳 還去搞什麼 賣路 你只是focus 你只是focus 只做電視 賣TV super 然後再加上 就是綁死一些藝人 藝人 然後藝人就上去淘寶賣貨 那可能那個業務 就簡單一點 單一點 更清晰一點 這樣 就無謂背著 這麼重 一些無謂的東西 例如士多 那些 你就可以撕掉它 這樣 好了 接著就到HKTV HKTV more 就是現在改了名字 現在叫做 香港科技探索 說的名字很厲害 探索完科技 原來做大貨直播 大貨直播哪有科技可言 以血時報正在做 那麼 他的做法正正就是 我剛才說過的問題 他就說 他的做法不是 他在香港 做一些頻道 做100條頻道出來 在香港做 做大貨直播 做了 做了 做緊 到處都做緊 有什麼厲害 要厲害 要厲害 香港如果大貨直播要HIT的話 香港大貨直播要HIT的話 瘟疫那段時間 就應該是最HIT 你瘟疫的時候 你找了司令出來 照計 那你說是不是有些新技術 AI 在這個範疇也不是不關事 AI網紅欣家我們也會說 但是 就不是在這個範疇 不是在這個範疇 你說出100條頻道 那100條頻道 就是100條頻道 可以看到幾條 有多少人看 跟ViuTV合作可以嗎 沒有關係 找一些MIRROR的藝人 去HIT TV Live那邊做直播 沒有 ViuTV ViuTV會跟HIT TV合作 他不會的 ViuTV怎麼會跟HKTV合作 ViuTV怎麼會跟HKTV合作 ViuTV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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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uTV就是李氏家族那些 就是 那李氏家族出名的是什麼 地產? 什麼?有錢? 他們當然是地產 他們當然是地產 但是他們在歷史上 就是出名打壓網購的 他們做超市的 OK 人家做超市的 人家也有網購 人家就是超市的網購 人家是超市的網購 所以是沒有的? 不會的 你明白嗎? 好了 TVB的做法就是 去淘寶那邊做 去拿淘寶的觀眾 去拿淘寶的客人 HKTV就不是了 HKTV說 我們用大貨直播 再多吸收客人 這樣可以嗎? 這個HKTV 如果是可以 按照計算是可以了 這就是回到我剛才說的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大貨直播從來 就只有在中國大陸可以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可以呢? 我們又說一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分別 香港我之前說過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有幾集我都說香港地產商 香港 過去來說 就是 由香港政府 和地產商 合作管治整個香港 而地產商在謀取高地價利潤之後 亦都協助幫忙去規劃整個香港 令到任何一個地方的地價 都是合理地高昂 那為什麼合理地高昂 就是到處都做到生意 那為什麼可以到處都做到生意 就是靠規劃 就是買東西是超方便的 你任何一個地區 旺角 尖沙咀 沙田 大圍 基本上周遭買到的東西 不會相差很遠的 你不會忽然間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 要買爽身份就會出九龍城 很少會有這樣的東西 就算你說買化妝品 哪個位置會比較多 可能出市區 出省會比較多 但是不會說在沙田買不到化妝品 不會在大圍買不到化妝品 不會這樣的 例如說在工業區 都不會說去到完全沒有東西買的 好了 那 網購自然有壓力 因為你不是很需要網購 再加上物流的問題 那麼物流又不是真的 譬如像我在日本 那麼日本你又會很… 日本你又會… 其實都是那個物理環境的問題 譬如說 我在日本我已經是住在超市附近的 但是他也會買不完的東西 那麼你還有就是… 日本基本上你網購 又是差不多即日到 那就是 如果你上午買的話 你下午就已經到 如果是日本Amazon 那麼… 就算你錯過了也好 他明天也會到的 就是你不會是… 你不會是… 一… 就是不會是… 不會是幾天的事情 但是譬如你在好人經濟買東西 有時候都… 有時候都一個星期的 大哥 有時候一個星期以上的 有時候幾天 又或者一個星期開外 看看現貨有還是沒有 這樣 那麼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對不對 那麼我們當然沒有HKTV Mall那麼厲害 但是HKTV Mall又不是真的厲害的 HKTV Mall在最… 最密集的那段時間 送貨也是送到大陸的 即是在網購那段時間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不是在… 在瘟疫那段時間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瘟疫那段時間 高峰期的時候 當… 叫做… 就是網購最鼎盛的時候 HKTV Mall是試過 那些貨排到… 就是說一個月都出不了 好了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 大陸也是這樣的情況 大陸就是… 之前不是有一宗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在酒店迷奸案那些… 發生的時候 其中一個記錄就是… 就是… 網購避孕套嘛 就是你… 喂… 酒店慶合合 立即都網購避孕套 然後避孕套即送來 你想想大陸的網購 大陸的網購 加密留多方便 還有 又是地區性的問題 又是地域性的問題 喂… 你想想 首先 人口就真的多了 而且全國覆蓋 有很多時候的直播 不是所有直播都是全國覆蓋 有時候有些地域性的… 有些地域性的覆蓋直播 有些就是全國覆蓋的直播 而你想想 有一些覆蓋的時候 你… 那個… 那個… 網絡技術是很普及的 大陸 大陸是… 大陸是… 大陸是農村地區上網的 大陸去到… 大陸去到一些… 偏遠落後地區 有些… 有些… 火車可能一日一班的地方 但網絡是暢通的 那你想想 你住在那些地方 你又能上網 那你很多東西 你都想買的 大陸 你看到網上很多東西 你都想買的 你… 大陸 你… 你住在一些山卡拉地方 你那裡又沒有… 你那裡的超市… 又… 你那些店舖超市 又吵架 但是… 你… 哇… 你一上去那個… 上去那個… 淘寶的商城 又或者你上去那個… 抖音的商城 你看到上面那些東西 那他當然是… 收益很大 對不對 那他自然很想買 還有剛才我所說的 大陸是… 中國是跳步的 他不是慢慢地發展了… 一個… 他不是說真的發展了… 這個… 這樣的… 一些… 一些… 城鎮啊 或者一些… 一些商店街啊 商場啊 然後再去到網購嘛 而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還沒見過商場 他一來就已經網購了 那那個… 那個大躍進 當然會令到他們的購物意欲 很刺激 很豐盛 再加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送貨的物流 那個… 中國的物流是… 很誇張的嘛 他真的可以即日到貨嘛 這樣 好了 接著另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接著另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另一件事就是… 嗯… 這個又是HKTV Mall 有一件事就是… 我有些朋友這樣… 這樣… 在… 也有… 在HKTV Mall上架的產品 這樣… 那麼HKTV Mall上架的產品呢 就… 最近他就下架了 不上了 不再做HKTV Mall 為什麼呢? 我問他為什麼 HKTV Mall好啊 現在香港最大了 這樣… 很難做HKTV Mall 我說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 你… 你要有競爭力 你的價格不能夠抬太高 那麼… 還有就是… 任何地方你去… 你都要有… 你… 當然你要分成給平台 就算是可人經濟 你也要分成給我 這樣… 你不分成給我 我怎麼買你的東西呢? 對不對? 那麼… 然後你又想競爭力高的 這樣… 那麼你的價格不能夠… 因為還有運費的各樣東西 你考慮到消費者 你也考慮到各樣東西 那麼你的價格不能夠太高 那麼你的利潤就已經… 這個麻煩已經很穩了 這樣… 那麼在麻煩很穩的情況下 在HKTV Mall就遇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 他會罰你錢的 他為什麼會罰你錢呢? 罰你錢的原因是什麼呢? 上架費當然有了 這樣… 好人經濟沒有上架費的 我只是抽勇的 這樣… 我只是抽成的 好人經濟沒有上架費的 我們很好 有什麼… 有什麼想合作的來找我吧 這樣… 那麼… 這個這樣的… 那麼… HKTV Mall的價錢… 他的競爭力很大 這樣… 但是… 就苦了商家 要做到這麼高競爭力 那個麻煩就很低了 但是麻煩很低 一讓你罰錢 就馬上糟了 那麼為什麼會有罰錢的機制呢? 就是因為… 那個平台要保證 他的銷售質素嘛 因為… 喂… 如果你的客人來到這個平台買東西 買完之後是貨不對版的 那麼買完貨不對版 這樣… 就對平台很大影響了 這樣… 那麼… 於是他又有一個罰錢的機制 如果你的客人做得不好的 做得不足的 這樣… 阿寶是不是有人… 呃… 你… 找什麼? 送東西 是嗎? 那麼… 喂…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的客人做得不足的 這樣… 又或者… 有時候客人會破壞 又或者你標籤寫得不足的 這樣… 就是為免你貨不對版 這樣… 但是有時候… 可能真的會看不清楚的 這樣… 一旦有這些呢 就罰錢了 那麼你罰一罰錢呢 那麼你那個利潤又這麼… 那麼窄的時候呢 你罰一罰錢呢 那你就不用做了 或者你差不多就… 整個月的利潤就沒有了 這樣… 那麼… 這個呢 就… 很多… 那… 但是… 因為當你上架的貨品一多的時候 你就很難彈性去處理 嘛 因為… 還沒交到給AI做的 這樣… 那麼沒辦法彈性處理呢 那麼… 於是乎… 就… 就… 於是乎… 就整天都會出現一些很僵化的狀況 非常僵化的狀況 就是… 有些… 咦? 可能就是說… 咦? 那個… 那個包裝上面串錯字啊 又或者那個標價 咦? 可能標錯了兩元 多了兩元 少了兩元 咦? 那些呢 這樣就會罰款的 那麼這個… 但是這個一定要的啊 例如你在他那裡做 你在那裡做 那麼你就增加成本了 對於那些這樣的商戶、貨主 那麼… 但是你作為那個平台 他一定要的啊 如果他不做這些罰款機制的話 他保證不到Quality 他保證不到Quality 就會影響整個平台的商業 那麼… 大陸沒有這些問題嗎? 大陸也應該有這些狀況的 淘寶沒有這些問題嗎? 這樣… 你… 你… 你在淘寶買一次貨 你… 你… 有個心理準備的啊 你明不明嗎? 你有救他的啊 你明不明你在淘寶買東西 以及你在HKTV Mall 買東西的那個心態 你很不一樣的 你在淘寶買完東西之後 你看到中國地大脈搏 以及淘寶上面那些商戶 億億萬萬 你會覺得自己買完之後 然後… 還有很多便宜的東西 你在淘寶買… 你在淘寶買完之後 買完這些便宜的貨 買完之後 然後… 喂… 你怎麼完全是貨不對版的 又說紫色又說紅色 你怎麼一看 以為可以穿上身 買回來 原來手掌這麼大 你經常看到這些故事 然後… 貼上網笑一笑 就有救他 就算了 喂… 只要那件事大 以及粗況 其實… 大貨直播 大貨直播 以及這些網購的平台 在中國大陸的狀況來說 是一件很粗況的東西 但是… 在西方社會 或者在香港這些 接近西方文明的社會 它不是很接受到 這麼粗況的消費 因為譬如你… 你在淘寶買東西 以及你在Amazon買東西 你的心理準備 是兩件事來的 是兩件事來的 你在淘寶買東西 第一它便宜 第二你有點預減了 但是你在Amazon買東西 你不是這個心態 尤其是你是Amazon Prime的話 如果你是Amazon Prime 你買東西 你的心態是不同的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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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這樣不行啊 你會覺得這樣 於是… 於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中國大陸 無論是做生意 或者是對客 以及外國 加上香港 西方價值 做… 做… 做生意 以及… 那個… 那個消費上面來說 那種… 呃… 消費… 體驗的精細度 的要求不同 你… 你在香港做各樣的消費 你本身預測它是精緻一點的 或者精細一點的 或者你在日本這樣 舉例… 我日本的經驗比較多 那… 你在日本… 你日本訂Amazon這樣 你的預測很不同的 但是… 不是啊 你日本譬如訂一些便宜一點的網購 這樣… 那… 他的運送沒有那麼好 那… 譬如…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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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在… 譬如你在… 譬如你在… 你在船舶買東西 跟你在Amazon買東西 你的… 估計是不同的嘛 而… HKTV的定位是想告訴大家 它是Amazon的嘛 他不是想告訴大家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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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淘寶 他也不是想… 例如你在Facebook購物也不同的嘛 你明白嗎 你在Instagram和一個帳戶購物又是不同的 不同的網購行為帶來消費的預期和消費體驗的預期是不同的 而大貨直播會旺的呢?其實都是在相對比較粗放的消費預期之下 你想一下,我賣的唇膏 大貨直播經常都會推出一些東西 經常都收貨的時候,哇,很不一樣,差很遠 很不一樣的,而HKTV的定位不是做這些事情 他不是想自己做這些事情,對不對? 於是,他有一個配合在這裡 你做大貨直播,可以做上億的單 做幾千萬的單 第一,就是本身那些大貨直播互相在這裡競爭 競爭如何可以做一哥,一姐 其實中間有很多拆單 其實有很多銷售額去到這麼高 是因為拆單拆到這麼高的 好了,拆單拆到這麼高 拆單拆到這麼高,有時候是賣了很便宜的東西 賣了很便宜的東西,大家狂買 譬如,很多大貨直播很熱的東西 譬如,有一個產品,大貨直播經常都銷售額 破億的就是,或者創新高的就是,唇膏 唇膏經常都在一個大貨直播裡面 很容易是會破紀錄的一個產品 那你送到來,怎麼送到來 怎麼這麼含糕? 你到底這麼笨蛋? 然後一扭開就斷了 那你也扔就了,幾元貨仔 或者十幾元貨仔,你就扔就了 有救他 那這個,這個就跟你一些 在Amazon,或者Amazon Prime買東西 就很不同了 那所以,好了,到HKTV 現在再分析,就是說 HKTV又說什麼?又說帶貨直播概念 那你想想那件事情 在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在HKTV Mall這個形態上 他,去做一些這麼粗放式的事情 他行不行? 開一百條頻道 你不是說好像我們好人經濟那樣 我們好人經濟,我們自己一條頻道 在一起做,在一起賣 我們跟觀眾交流 有時候觀眾直接買東西送給我們 好了,不是啊,他開一百條頻道 開一百條頻道就是粗放式 對不對? 就是藥石亂頭那種 那麼,合不合HKTV Mall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帶貨直播這件事情 合不合香港 第三,就是 這個這樣的 香港那個網購 的整個 整個大餅 到底現在是到了極限了嗎? 他的發展空間是怎樣呢? 那個網購是不是沒有發展空間? 不是 但是 就要等了 等什麼? 等地產商退場 他如果不壓住你的話 你沒有必要嘛 這樣很硬份 不是 很硬份 不過我也有點幻想 我也想分享一點點 就是 因為我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呢 我就想到呢 HKTV Mall 他如果是開這麼多的頻道 第一 他可能做三件事 第一 就是 他都要去 以HKTV Mall的名義去訓練一些直播帶貨的達人 例如 好像那些鞋子那樣 很厲害的 第二 就是如果 TVB或者ViuTV不用的那些藝人 他都可以招羅 第三 就是 其實他會不會考慮內地那邊 例如 快手啊 美團啊 京東這些合作呢 就是 其實他都未必需要 只是局限在香港的市場 你知不知道HKTV Mall做什麼的? 他怎麼 他本身 他是 direct competitor 來的嘛 你明白嗎? direct competitor to 誰? 京東就是 direct competitor 但是可以合作的嘛 為什麼 direct competitor 可以合作? 什麼叫 direct competitor 懂不懂英文? 我知道 Direct competitor Direct competitor 為什麼會合作? 都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譬如說你呢 你日本和德國 會不會是 direct competitor 不會 這個例子不對 你日本和中國 會不會是 direct competitor 不是 不是嘛 那可能可以合作 那我現在講的是 是 direct competitor 你舉一個 direct competitor 合作 那要看形勢嘛 沒有啦 即是你改不了 是嗎? 我覺得 如果當淘寶是 我自己也有買阿里巴巴的股票 如果淘寶是 很關事 我也想他好的意思 但是如果 當這個集團 是大到在內地 已經危害到 其他的 direct competitor 譬如說 如果阿里巴巴的 direct competitor 是 我舉個例子 快手、京東、美團 這些都是 淘寶的 direct competitor 那於是 他們覺得 那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合作? 你有沒有看到淘寶和京東合作? 他可以找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合作? 其他香港的合作 但是 不是 他在香港有業務 他為什麼要和HKTV沒有合作? 即是 那如果他太弱的時候 他也要找 無論是香港也好 甚至是外國的 派對 都有機會合作 去做一個 只是肯定說 沒有內容 虛持 虛持找不到 因為 不要說虛話 說實話 實話 就是如果 當淘寶撞大到一個地步 是要等死的時候 譬如說 什麼叫撞大到一個地步 等死? 你Dominance 變成一個霸權 譬如說 在內地 你直播的市場 他不是 他有競爭者 他現在有 他現在有 那怎麼辦? 但是將來未必有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集團 可以壯大的 他壯大了 那怎麼辦? 當阿里巴巴或淘寶 壯大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他可以令到 京東和快售這些都拜拜 那怎麼辦? 於是你快售京東 或者美團這些 他需要生存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聯盟? 就找一個快接的HKTV嗎? 未必 但是還是其中一個考慮 你知道京東有多大嗎? 你知道京東的規模有多大嗎? 你知道京東的規模和HKTV相差多遠嗎? 我知道 知道你要說 今天而已 那你阿里巴巴和TVB的規模都差很遠 他不是這樣 他不是比賽 那當然 那不是類比 你明白嗎? 是 你明白嗎? 那這間公司可以轉型的嗎? 因為一間公司一個集團可以有很多飯 你講一講 你不懂 不懂 就是這樣 好 結論非常好 有一百元的課金 有一百元的課金 就是這個 這個 三十九是甚麼? 哦 三九初音 哦 三九初音未來日的大香港早晨 哇 今天是 三月九日是初音未來日 這樣 我也不知道 好 那就高興了 好 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再繼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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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